那些香港豪门的女继承者们 最近一个月 香港李佳的新闻比较多 李佳 香港还有哪个李佳 当然是李佳成佳 李佳成长孙女低调入部局 先是李佳七折卖楼的消息被香港媒体炒爆了 在8月3日 长江十夜李佳成旗下的的产旗舰 旗下新楼盘青海二公布了首张价单 其中最便宜的开放式单位使用面积210平方尺 约合19.5平米 扣除18折扣后 折时售价为290万港元 折时持价13810港元 约合14.87万港元斜线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售价叫周边二手房便宜了三成 甚至回到了7年前的水平 李佳的准儿媳良若失又传出与李二公子复合的消息 好巧不巧 他前两天又PO出他与儿子参加婚宴的照片 这时人们才有一个更直观的意识 原来李佳第三代小超人的长子李长志也14岁了 长得几乎和妈妈一样高了 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唯妙的时刻 这意味着李佳第三代要入局了 要知道就在上上个月李佳成家族企业长和集团发布了 一直平平无情商业收购通港 但眼尖的港媒却在里面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业务发展部经理李自得 说熟悉是一位这位刚刚27岁的姑娘正是李佳成的长孙女 一位正是亮相加值企业的第三代成员 说陌生是因为在局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 为了以资格安全考虑其他把发展的严格实施 连其真实性能和正向丘同的推快 表演女商丝真靠动员 比较正向中华总商会准备时 让商界朋友和记者解释女儿能自业底的合意 变味清虚 秀印的景象 而力是安心和安慰 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如其美所 是的那样清晰 快乐与和平 初位元素 满满是对女儿未来的期盼 毕与成城 几个月后 李泽炬就遭遇了身份中最危急的精神时刻 1992年5月23日 香港汉匪张子强和同伙以枪威胁 绑架了李泽炬 随后张子强亲自去李家大宅找李嘉诚谈判 先拿走3800万港币现金 后来李嘉诚又给了他10亿 总计10.38亿港币 李嘉诚没有报警 还爽快给钱 张子强也按照约定 释放了李泽炬 李嘉诚甚至劝张子强金盆洗手 反正拿到这么多钱 几辈子都够花了 但张子强和李嘉诚显然是两路人 他拿到巨款之后只是豪度 输光光之后 又给李嘉诚打电话求助询问投资办法 李嘉诚接到张子强电话后的第一反应是 你搞什么鬼 怎么还有我的电话 随后告诉他 我只能教你做好人 但你要我做什么 我不会做了 你只有一条大路 远走高飞 不然 你的下场将是很可悲的 但张子强的想法还是简单粗暴 没钱 那就再去绑架富人卡 一年后 他的目标盯上了当时香港第二首富郭炳香 再度得寿 拿到6亿港币 1998年 张子强因为非法购买巨量爆炸物 被内的警方逮捕 同年底被处决 李嘉诚的豪宅被港媒形容未像堡垒 豪宅中还有一个安全室 一旦豪宅被外人闯入 全家人可以躲进这个安全室 等待救援 李燕宁改名为李斯德后 后来就读于香港汉基国际学校 学校里使用英文名Michelle 她甚至还担任了校刊中文编辑 照片也登上校刊 但没人知道这个叫李Michelle的女孩 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嘉诚的孙女 几年后的如今 27岁的李斯德更是正式进入 最重要的家族企业长和集团 担任发展部经理 负责收购项目 可见爷爷李嘉诚对她的培养与稀迹 李斯德并不是香港豪门中 唯一一位家族第三代女性成员接班人 早在她之前 另外两位豪门家族的第三代女性成员 已经登上了接班人舞台 2017年 李斯德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潘迪生法律学院毕业回到香港 李嘉诚首次代长孙女在公众面前亮相 次年 在李嘉诚的安排下 李斯德被委任为此三四董事 同年底 又担任赵峰的产董事 而赵峰的产是李氏家族的私营的产公司 李斯德并不是香港豪门中唯一一位家族第三代女性成员接班人 早在她之前 另外两位豪门家族的第三代女性成员已经登上了接班人舞台 先说郑志文 她的爷爷是香港著名富豪郑玉彤 父亲是郑玉彤长子郑嘉诚 1943年 18岁的郑玉彤正式接管了周大福金铺 也和周志元的女儿周翠英结婚 后来金铺生意挪到香港 在1956年首创 9999足金概念 集含金量达99.99% 抢占黄金市场份额 同年岳父周志元退休 郑玉彤正式继承了周大福 随后 郑玉彤成胜追击 涉足钻石生意 暂时与黄金双管旗下 打造了周大福珠宝帝国的根基 凭借珠宝业赚来的利润 郑玉彤又布局的产业务 1970年 联合恒生银行创办人和善恒和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德胜 创立了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 郑玉彤占股份额最重 达57%并担任新世界董事总经理 后期郑玉彤又涉足通讯 酒店业 运输业等等 最终成为陈中豪门家族 虽然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商业王国 但郑玉彤直言自己美好友李嘉诚那么勤奋 郑玉彤选择的接班人是长子郑嘉诚 但人到中年 早已夫妻情淡 房间流传郑嘉诚外面 还有个红颜之计 大刘 刘兰雄前女友王颖余 郑嘉诚和妻子叶美清育有四个孩子 长子郑志刚 长女郑志文和两个小儿子郑志明 郑志亮 王颖余是职业律师 父亲王健秋是香港高等法院大法官 1996年 王颖余加入刘兰雄的华智集团 从大刘私人助理做到集团总经理 此下身份也早已变成大刘女友 但在吕立军成为刘兰雄新女友之后 王颖余也在2001年离开了华智集团 加入清红律师行 早在华智工作时 陪伴在大刘身边的王颖余 就认识了比自己年长24岁的郑嘉诚 后来转去清红律师行工作 就曾受郑嘉诚所在的新世界集团委托上庭打官司 2004年 王颖余干脆自立门户 在新世界大厦内开了律师行 专门接新世界集团的案子 而他跟郑嘉诚的婚外情也越传越广 直到2009年 终于有媒体号称拍到郑嘉诚 王颖余和私生子的照片 这桩留言也被证实成真 两人的大儿子名叫王泽宏 据周刊爆料 郑宇彤也知道这个小孙子的存在 因为王颖余很乖不闹事 所以郑宇彤也就默认了儿子的婚外情 据知情人向媒体透露 对于两人的关系 郑嘉诚希望保持低调 王颖余非常配合 儿子也跟女方姓王 郑嘉诚每逢过节都去陪王颖余 情人节也一起过夜 2016年 郑宇彤去世 报纸布告中列了家族成员姓名 其中孙子辈出现了 泽宏泽然两个陌生的名字 也不同于其他人的志自辈 这两个男孩疑似就是 王颖余为郑嘉诚生下的私生子 面对丈夫的绯闻 郑嘉诚妻子夜美青梅太大反应 香港扩台风很多类型 有一类特别看得开 就过好自己的生活 夜美亲爱跳舞 喜爱社交 大麻将 很少在家 和丈夫早已相敬如宾 只要不影响到大局 留言他一概不予理会 更何况他自己 也在2002年被拍到 和舞蹈教练王永刚在英国的绯闻 想必夫妻俩早已默认 这种更轻松的开放式关系 到了郑嘉第三代 郑嘉诚的长子郑志刚和长女郑志文接班 郑志文主要负责家族中的酒店业务 目前担任瑰丽酒店集团首席行政总裁 老大郑志刚目前的职务是K11创始人 周大福集团执行董事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值得一提的是 他是香港豪门接班人中位数不多的 在抖音开了账号还挺活跃的 平时发发美食 放点日常 高稿州大福抽奖 评论区动辄百万点赞 郑志文早年在香港的圣保罗男女中学读书 14岁到美国康涅迪格州的寄宿学校 后来就读于哈佛大学应用数学专业 大学毕业后 郑志文先后在美国华平投资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工作 2008年回到家族企业新世界集团工作 负责酒店业务 2011年 郑志文带领集团收购规例酒店 十余年来一直奔波于世界各地的规例酒店 负责各种事务 郑志文实在相当低调 不爱红趴 跟名媛社交也极少 社交平台展示的日常绝大部分 都是去全球各地的规例酒店视察 这或许就是作为豪门女性接班人的一种自觉吧 个人生活方面 郑志文2012年与香港钢铁大王 旁顶元的孙子旁建议结婚 婚礼现场宾客众多 婚后的郑志文也极少分享孩子的日常 直到今年5月组织朋友聚会 公众才知道她已经生了第5个孩子 在郑志文的五胎宝宝聚会上 林青霞进与邢家倩 秋氏家族的邱永云 邱永贤姐妹都有到场 确实很震惊 虽然豪门多多生子是常事 但千亿名元一口气生了5个孩子 这个数量也够多的 刚才提到了身家政治文舞台朋友聚会的人中 有邱永云和邱永贤 下面开讲邱永云这位邱氏家族 第三代女接班人的故事 邱氏家族还得先从邱永云的爷爷邱德根说起 1924年 邱德根出生在上海一个贫穷的小商贩家中 初中读了几个月就辍学 去大光明电影院当杂物 几年后 和邻居求景邱结婚 1950年 26岁的邱德根带着怀孕的妻子到香港求生 凭借曾在上海经营过小戏园的经验 邱德根夫妇勉强在香港站稳脚跟 买下星界一个小戏院 全弯戏院 但自觉城区竞争压力大 邱德根将目光转向乡村 果然 几年时间 邱氏夫妇就在乡村经营了14家影剧院 手投资金越发充足 到了1960年 邱德根已经成为新界的区的戏院大王 熟悉乡村 手投也有一定资金后 邱德根又发现了一个商机 那就是发现乡村居民存钱 借钱都不易 因为当时的银行家只关注城市里的富豪和中产阶级 乡村这片待开发的广大市场被忽视了 于是 邱德根创立了远东钱庄 专门做乡村存款和借贷业务 后来远东钱庄发展壮大 成为远东营行 与此同时 邱德根也布局的产 金融业务 还买下酒龙的丽园游乐场 70年代末和80年代 邱德根又在丽园里建了大型文化游乐城 宋城 同时进行酒店投资 将娱乐产业和酒店业务融合 1982年 邱德根买下当时亏损严重的力的电视台50%的股权 将其更名为亚洲电视台 担任董事会主席 他请来李壮烈和徐晓明 分别担任总监制和节目经理 负责亚式的具体制作业务 两人也不负众望 先后制作出 获原假 陈真 武则天 一系列片子 口碑反响极佳 1964年 一张悲剧结束了 求景秋的生命 有了好作品 收视率飙升 到了1985年 亚式就扭亏转赢 后来邱德根取了 求景秋的亲妹妹求景兰 也就是自己的小姨子魏妻 又和他生了三个孩子 邱达尾 邱达文和邱达根 邱德根在任期间 亚式确实成为了TVB的最大威胁 说回邱德根的个人生活 他早年和发妻求景秋结婚 育有五个孩子 四子一女 分别是邱达生 邱达昌 邱美琪 邱达成和邱达强 邱德根的两房太太所生的孩子 虽然母亲是亲姐妹 但更显得尴尬 所以彼此关系疏离 邱德根和原配求景秋所生的五个孩子 也要比求景兰的三个孩子年纪大很多 有的年龄差甚至差出一个被分 所以平日里也没话可讲 但占据了年龄优势 大房的孩子们负责的公司业务市值高达四五十亿 二房三个儿子负责的业务市值不过六亿左右 实力的强弱悬殊可见一般 因为邱德根长自邱达生长年生活在美国 所以邱氏家族二代接班人是邱德根的次子邱达昌 邱达昌小时候 正直父亲邱德根建造立园 所以从读中学起 邱达昌一到暑假就去立园打工 1970年16岁的邱达昌受父亲任命 远赴印度尼西亚监督游乐场工程 出现管理天赋 36岁时和妻子吴慧平移居马来西亚开拓的产业务 仅仅十年 其创立的马来西亚制的公司 变成为当地四大地产发展商之一 马来西亚每一百间出售的公寓 就有27间是邱达昌旗下公司经营的 作为邱达昌的长女 邱永云也成为邱氏家族第三代接班人 主营酒店业务 目前担任地圣酒店集团总裁 邱永云和两个妹妹邱永贤 邱永琪也被称为邱氏三姐妹 邱永云 她自小就跟着爷爷邱德根美洲去立园游乐园巡视业务 后来去了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读商业管理 毕业后短暂在国际投行工作过一段时间 2002年 进入父亲邱达昌的马来西亚制的公司工作 负责吉隆坡物业 2010年 邱达昌把集团旗下的酒店业务分拆上市 跟名为地圣酒店集团 当时年仅30岁的邱永云便受命成为地圣集团的掌舵人 又是家族接班人 又是好门名媛 被称为酒店公主的邱永云 也会经常出席名流云集的社交场合 邱永云和追逐赛车事业 1982年出生于荷兰的董和彬的交往相当低调 2018年3月订婚 同年5月 和超穷和立峰集团名媛 冯永云为怀孕的邱永云 办了一场baby shower派对 揭秘了宝宝性别是女孩 邱永贤毕业于加州大学设计系 目前也在家族企业工作 职位是地圣集团环球项目高级副总裁 但他显然更像个豪门贵妇 2010年 年仅26岁的邱永贤嫁给了 恒安集团副总裁许钦池 婚后的邱永贤生了四个孩子 从社交平台几乎看不出他在工作 每天主要做的事情是 相夫教子和组织参加社交派对 他也乐在其中 打扮美美 参加各种社交名媛聚会派对 有时他也会因为赤巨资买豪宅上新闻 比如2020年花费1.7亿港币购买酒龙堂豪宅 隔年又花费1.25亿港币买下红看宝吉利街的检阅权状酒店 三妹名叫邱永齐 或邱永系 也是非常低调的人 他疑似单身 也在家族企业就职 目前担任地盛集团采购副总裁和远东发展公司中国内的兼香港发展总经理 相比于二姐 他在家族企业中的工作似乎更能辅佐大姐邱永云一些 邱氏三姐妹还有一个弟弟邱华伟 姐弟四人感情圣家 弟弟邱华伟2010年与香港传王赵从演的孙女赵世明交往 赵世明的父亲是赵世光 母亲是邵氏女演员和丽丽 邱华伟和赵世明都生出豪门 但恋情却不被看好 只因两人年龄差16岁 当时邱华伟年仅22岁 赵世明38岁 邱华伟的母亲也非常担心年纪较大的赵世明 赵世明生孩子会比较困难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又会耳濡目染地跟随爷爷或者父亲接触到家族中的业务 打下基础 这是幼子幼女们很难获得的珍贵体验 在香港的好朋友们 由大家解出来主持大局也是有传统的 其次 他们虽然有弟弟 但对方无意接受家族业务 也不愿做掌舵者 比如邱家幼子邱华伟和赵世明的弟弟赵世青 家族接班的担子便只能落在女性后代身上 在两人相恋前 其实邱家和赵家关系还不错 邱永贤结婚时 赵世明还和父母一同出席了婚礼现场 尽管不被看好 但求华伟和赵世明还是在2014年低调注册结婚 婚后三年 赵世明接连生下两个儿子 豪门的王位算是有人继承了 豪门一向子嗣众多 众男轻女 为什么是几位香港豪门女性接班人来掌舵家族业务 其次 作为家族接班人 他们无法像其他名语言那样 中日沉迷于娱乐性质的社交派对 无论是从公众形象考虑 还是事业发展需要 都需要他们展现出专业 沉稳和低调性质 以获得职业上的更大尊重与信任感 首先 很简单 他们赢在了出生顺序上 大家节也是一种传统 从前的何超穷也好 现在的李思德 邱永云 包括邱华伟的妻子赵世民 都是二代接班人的第一个孩子 郑志文是长女 不过有个哥哥 郑志文和邱永云就非常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中 绝大部分是工作工作工作 少部分展示圆满家庭 几乎没有太多个人层面的表达 他们的新闻也多是专业通稿或采访 跟家族其他男性成员的Drama人生相比 他们的私人生活远离舆论八卦 几乎难以探究 无论如何 豪门中更多女性接班人的出现 也打破了众男轻女铁板一块的古老传统 更何况女性搞事业并不逊色于男性 不是吗